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没有赶快下去买 不敢 尖量又缩 昨天大涨 融资竟然还减少8亿 在比赛那棒啊 已经开始在加速涨了 你还在卖股票 那边要探级啦 那这样怎么赚钱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道琼从涨342点压回 纳达克小跌0.5% 非常不好提小跌0.3% 正常的啊 涨多休息 也没什么嘛 是不是 你看从美国7月26日升息后 12天道琼涨1946点 那达克12天涨了12.9% 非常不好提12天涨了11.4%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啊 7月升息完后到9月20 21 这段时间是怎么样 升息的真空期嘛 股市会趁机大涨 你看短短12天涨了这么多 短短12天涨了这么多 那我们之前都没有涨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在补涨 我们开始在补涨 涨大气 今天又继续去 来 我把美股跟台股的比较图 给大家看喔 你看道琼从升息后 果然开始大涨 而且整个涨幅 从6月低点开始上来 已经去那四星点了喔 而且来到5月跟6月的高点 已经来了 那达克升息后涨了12% 这波从6月份涨上来 已经23%了 也已经来到5月跟6月高点 都突破了 分成报告提 这波升息后涨了11% 从6月的低点上来 已经29.3%了 5月6月高点也来啊 台北股市 虽然这一波涨了1300点了 可是前一阵子 裴洛西的效应 大陆军事演习的效应 压住了 所以我们涨幅才9.8%而已啊 你看跟分成报告提 差这么多 差了两三倍 人家都涨到5-6月高点了 我们5月6月高点会不会来 16800会来吗 16800会来吗 涨1300点又如何 你跟美国比较看看 对不对 物价高涨是美国在高涨 升息三码三码是美国 全部最败的手离 跟动作都是美国 台湾经济好的很啊 台湾今年1到7月份 每个月营收 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数字 结果我们股市反而 输人这么多 我最近比较给大家看嘛 沸腾报告提跟台股的走势 是最同步性的 两个图形是一模一样的嘛 你看沸腾报告提已经涨到 5 6月高点了 我们会开始穿月 我们会开始補起月 你看说完之后 是不是开始堆了 开始堆了 16800 现在才15200而已 15300而已 15300都还没站上去 这样你就没带 后面要怎么 离16800还差那么远 所以不要想太多了 快做就对了 我不是现在才告诉你 我不是现在跟你说 我从第一天的时候 我都告诉你了 这一段是多跌的 这段是多跌的 所以很快 就会来到 6月20的起跌点 15367点 我在13900都讲了 是不是来了 是不是来啊 15288是不是来啊 我当时讲的 我一开始我就说了 13900都讲了 会第一个 会先来回撤 15367 是不是来啊 我不是现在跟他说的 我头一天我就说了 全市场有谁 敢在那个地方去预告的 只有我而已 其他大家都看保守 看悲观 对 看空 最后灵魂现在 13928就跟你讲了 先来15300 后面跟着美国 再看16800 那这两天大涨 你再回想一下 裴洛西来台湾 是不是给大家机会 你看裴洛西来台湾那一天 大跌234点啊 我怎么说的 没有裴洛西来台湾 你捡不到那么便宜 是不是 你看当天 长龙9293买 阳明86.5买 大跌我们趁机下去买 长龙104 我们说买多少 92块的 阳明86块的 现在91块 莲勇245 现在多少 261 15块银 对 南电230元 现在多少 260元 30块 旺宏 32块 现在多少 33块是 联发科670 今天684 那么好的机会 你还不赶快买 大陆军事演习 大陆军事演习 大家走到要死 把台湾团团的包围住 我那听怎么说 马照跑舞照跳 股市正常交易 赶快下去买 谁敢这么说 只有我而已 大陆军事演习 当天跌七十四点 对 一样再买南电 对 泰博 181 今天多少 195 是不是一张14块 刚刚没的都探钱 台光电158 今天171 一张13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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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联勇细创 155 155 现在多少 179 一张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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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路市 才有超额利润 对不对 陪洛西来台 大陆军事演习 赶快都探钱啊 买多赚多 买少赚少 有买有赚啊 今天你不敢买而已 今天你不敢买而已 对 昨天台北股市大涨了 演习落幕了 大涨258点 今天 又涨91点 今天又涨91点 外资虽然 对他们有很多意见 可是外资有一点 我倒是很佩服 哪一点 你看外资在礼拜三的时候 跌111点 外资大卖178亿喔 礼拜四开高240点 马上变成大买140亿 而且台子期进多单 大买5800口 外资经常出一些 骗人的报告 在害投资人 我是很不屑啦 可是我佩服他们怎么样 他会去杀低 发现不对的时候 他也会反手大买 你看礼拜三 跌110点 大卖178点 礼拜四开高240点 马上反手大买 又大买台子期 包含今天 又继续买73亿 人滑猪 那么果决 你会不会 低不敢买 高更不敢买 这样赚不到钱了嘛 是不是 我一直给大家看过了嘛 我就要安你的心嘛 没有人像我讲得这么清楚的 三阶段的下跌 28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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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跌 初跌 末跌 都结束了嘛 开始进入全新的上涨 我都给你看看清楚啊 你看我讲完之后 我讲完之后 对 三天后反转 是不是三天以后开始起了 那这个都只是出生坡而已嘛 这都刚开始而已 现在起一千三百点 这都刚开始而已 都还在出生坡 都还在出生坡 后面还有主生坡跟末生坡 你还会负的啦 你还来着急 你还中堵下去 我还没办法啊 我也没办法了 很多50% 50%的行情 才刚开始发动而已 7月营收跟半年报 7月发布完了 半年报也到尾声了 你从这两份数据里面 去找赚大钱 价格很低的 价格很低的 金融费 后面 50%的行情 很低的 不然你会找我 我带你买 这个行情 一直在轮动 你不要被大盘给影响 涨一千三百点又如何 很多股票才刚开始而已 很多股票才刚开始而已 你从7月营收跟半年报 下去找资料 下去找资料 很多股票都要开始去而已 昨天最强是电子嘛 对不对 半导体 今天最强不是电子 今天最强是钢铁骨 你看威治涨停 海光大涨 新 华新大成钢 昨天捏的报价大涨了5% 今天钢铁骨开始换人座 換人漏牛 最强大成钢 差一点点涨停板 大成钢差一点点涨停板 为什么 昨天大成钢发布 第二季2.8元 比第一季2.24% 创新高 比去年1.44% 成长94% 半年报5.04% 比去年成长超过一倍以上 去年大成钢5块7就很厉害啊 历史高点5.8 5.76已经接近历史高点了 今年半年几乎就 快要超过去年一整年 我大概算了一下 大成钢今年有可能到 8至9块钱 会贪这么多钱喔 贪8块即9块喔 贪给到30%而已 甘对 难怪财报会发布都喷出啦 是不是 所以我说你从 年报跟 半年报跟7月的财报 7月的营收 很多这样的股票 那这个图形 这是什么图形 我上礼拜特别开这堂课 上礼拜六特别开这堂课 线上课程来教你 有没有来学 有学的赶快现学现卖 这种图形出现之后 会去到哪里 上礼拜教你目标预测法 赶快现学现卖 去到哪里 我用心良苦啊 为什么特别在上礼拜六 教你们这些 目标预测法 四种方式 准确率超级高 准确率超级高 大成钢 这都开市 这都开市 不然你从这里下去挑嘛 对家路选嘛 二十党大反攻 五十%的股票 你对家路选嘛 对家路选 两支支三支就好了 两三党就好了 不要选得一大堆 挑个两三党就够了 你看第一党台积电 出生坡一定是大型全资股 一定是台积电的嘛 这没什么能够说的 你看从433 516 才多久时间而已 四百三十三 起来五百十六块 一张八万三 十张八十三万啊 不要看的大支 走起来很快点 走起来很快点 我昨天给大家看过嘛 台积电七月营收历史新高 依照公司的预期 八月九月 都会涨到两千亿以上啊 半个高的都会涨到两千亿以上 所以台积电这都开始 台积电这都开始而已 都开始而已 你如果有要破的 啊不 我不敢去追高 你们了解我的个性 我不喜欢追高 还有第二步刚才开始起来的 你看联发科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外资一定有这两极的啦 一开始底部都告诉你了 六百块 最多五百九十七 对 国安基金也进来买 一下子而已 一个多礼拜 冲到716 这样短短一个多礼拜时间 买个五张就六十万啊 买个五张就六十万了 是不是很简单 对你看我是 我们是六百二买 六百二买 六百三买 七百先卖一次 下来六百六再买回来 六百六买回来又涨到717 又再多七块 对 六二零买 七百卖 六六零买 这两天在等营收 我就跟大家讲过 七月营收掉下来是正常的 每年都是七月吨 八月九月一定会跳 十月还会再回一次 所以不要在七月的营收里面做文章 那是因为你不懂 依照公司的预期 第三季一千四百七十七亿 到一千五百四十二亿 所以七月份四百零八亿 八月九月就会重回五百亿了 所以这两天很多人 看了联发科的七月营收之后 旧数字在那边大做文章 大可不必啊 你看今天是不是上来了 现在联发科 双底化完成咯 到时候警线一过 会去哪里 有来上课的 有来上课的 赶快算算看 这白去的棋头 后面都是大行情的 后面都是大行情的 联电比较烧 联电比较烧 昨天大涨 外资大买 今天又继续涨 今天继续涨 外资还是继续买 今天外资买超地名又是联电 两天下来 买了六万多张了 我也是底部一开始就你们说了 对不对 现在双底出来了 随时警线一过会冲喔 这后面都是探大钱的股票 后面都是探大钱的股票 我探大股票都是什么 今年业绩赚大钱 大成长 价格跌很低 你看本一比都 四倍五倍本一比 你看旺宏 昨天旺宏大涨 今天旺宏继续涨 两天又7%了 旺宏我是不是也是在底部跟你讲的 对本一比四倍 半年报三块钱 现在要做第二支咖 下礼拜请线一过关之后 翻面到五倍而已 这个穿的哪里去 连续两年的大量 首稳之后 很快的 44块45块 有机会来不 有机会来不 要注意喔 要注意喔 对不对 长龙阳明 趁陪洛西来的时候 大跌加码买 你看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106 买个十张就13万啊 买个十张就6万块了啊 现在形态已经出来了 形态已经出来了 上升三角形形态已经出来了 这个图形出现之后 会去哪里 会长到哪里 上礼拜有来听口的 有线上上课的 赶快算算看这会去哪里 我知道很多人还没有上 你如果还想听 还想学 我在开放两天的权限 我在开放两天的权限 你想要学这一套 里面我总共交了四个方法 来计算股价的目标价 个股的目标价 你还想学的 等一下广告时间 可以打蛋进来报名 我再开两天的权限 绝对相当准 而且很好用 让你能够算到每一支股票 涨上去的目标 那不然最实际的方法 那就直接跟着我一起做 直接跟着我一起做也可以 一天一个便当 观众有电话 金总统告休息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按着老师的脚步就能迈上财富成长之路 立起来电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239-239-88 022-239-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数人吃多 开始在堆核 会堆核吃不来 会堆核吃不来 不要去担心指数 从个股出发 很多大反攻的股票 很多大反攻的股票 你可以从七月营收跟半年报的数据 对这两个楼梳 对这两个楼梳 不要去买的投机构 找赚大钱股价在底部的 你就会贪大钱 搬从这二十档股票里面 下去挑个两三档 你对账楼竞也可以 对你看 这个都公开讲的 都公开讲的 630跌到230 这样报清吗 两个月收历史新高 半年报成长123% 业绩这么辉煌 股价跌到剩下三分之一 我是不是专门找中底部的股票给你买 你看23楼梳梅 249 253 昨天259 今天264了 那是不是一个多礼拜 230 涨到264 一张多少 一张34块 十张34万 十张230万而已 是不是大抵快完成了 所以也刚才开始而已 这也刚开始而已 泰博 半年报到23块钱了 对 昨天也涨 头肩底 这是什么图形 这个图形一出来之后 后面是三倍的行情 后面三倍的行情 你看这支 当时第十二名 台北有科 有大戏吗 有大戏吗 你看台光店 158买 164 167 今天多少了 今天172了 这也都开始而已 这也刚开始而已 我现在开始要布局这一档 现在开始要布局这一档 股价腰斩 两个月收历史新高 半年报成长156% 股价在底部 这支后面大戏 这支也是 半年报成长43% 半年就贪15块了 股价300楼到105 这种股票后面 也是我大戏的股票 没时间讲了啦 直接跟着我做 你如果还要在补课的 上礼拜课程没有上的 我再开两天全线 想要学习这一套 个股目标价预测法的 等一下广告时间 可以进来报名 我开两天全线 让你来学 或者直接跟着林肺一起做 座座您操作胜利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